黄博逛那相关调侃张艺兴,结果遇到真的张艺兴被吓一大跳。 相信大家都知道黄博和张艺兴的关系私底下还是非常要好的,两人不仅在综艺节目上打得火热,在私底下的微博互动也是非常有意思的。 不过,就在昨天,黄博发了一条微博,晒自己逛赖相关的视频,遇到张艺兴的赖相就上前调侃他,结果那是真的张艺兴还被吓一大跳。 具体是什么情况呢? 就在昨天5号的时候,黄博发了条微博,说,逛赖相关一定要注意,因为有,出没,而且黄博还配上了一个惊悚的表情,这具体是什么情况呢? 在视频里面就可以看得出来了,在视频中,黄博逛了好几个赖相之后,看到了张艺兴的赖相,而张艺兴的举着手,黄博看到了还伸出手指去摸了摸,摸了后,还说这个赖相还挺有意思的,肉感还挺不错的呢。 然后说自己和张艺兴和张艺兴来,接着就准备要和张艺兴和张艺兴。 就在这个时候,黄博举起了手机准备和张艺兴,合影的时候,还调侃不忘调侃了一下张艺兴,说小样,这次落在我手里了吧。 说完就打算合影,看了一会,黄博发现镜头有点脏,于是乎就擦了擦手机。 就在黄博要准备拍照的时候,突然,张艺兴动了起来,将冲着镜头,然后一把抓住了黄博。 黄博,黄博顿时背了一大跳,不过,好在黄博反应过来后,赶忙又说,你也太二了吧。 说完然后就没了。 对此,张艺兴回应说,见识版Be careful ship in the neighborhood,这段英语翻译是,小心身边的羊,不过,小编我觉得他们很有可能是在故意这么做的。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了没呢?不仅背景布连换了,而且张艺兴的衣服似乎也换了,所以看得出来他们这两个是很假的。 然后,大家看得到两个人啊,那么看得到你,赶紧为另一位。 对此,张艺兴的时间。 在那个带给我继续。 嗯,对吗? 因为我们看到一个人是,在一起的影片,当中提到了这期充ately,